皮卡加了盖还是不能进程 但是它能啊 70升汽油570块钱 要个点赞不够分吧 把H5的油耗给大家测出来 这代H5相比上代啊 肯定是有全面的提升 甚至包括了它的越野能力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更新了我的试车报告 这一期啊又是一款非常热门的车 哈佛H5 这个车为什么能热门呢 非常的简单粗暴 就是又大又强还又便宜 接近全尺寸的车身带大梁分14区带后锁 2.0T加财富的8AT 据说价格只要15万 因为之前之家的工作车啊 一直是哈佛H5 所以对这个车还是挺有感情的 所以这一次呢 也是开了整整一箱油 才敢录这一期的视频 这期呢咱们只讲重点 聊聊油耗 越野能力 空间 以及它的优缺点 我这次呢 是做了一个一整箱油的一个油耗测试 先把这个油箱完全加满 加到跳枪 然后整个再到跑竿 跑到这个油表亮灯的时候呢 一共是跑了579公里 然后呢 加油是70.63升 这么算下来 它的油耗是12.2升 当然这个油耗啊 它的整个路况 包括了70%的高速 20%的城市 以及10%的 算是中等强度的一个越野吧 如果你是完全跑高速的话 那应该比这个12.2能再稍微低一点 但如果你是完全在城市里使用的话 至少还要在这个油耗基础上再加个20% 全新一代的H5呢 其实在越野的硬件上 跟它的上一代差不多 都是这个带大梁的飞车车身 然后呢 一个分时的四驱 然后配有这个D4模式 同时呢 在后桥有一个机械的Edo的插速锁 但是我为什么说 它的整个越野能力和体验 比上一代车型强了很多呢 是因为它加入了电子线滑 为什么加入电子线滑很重要呢 因为上一代的H5啊 其实它只有两种状态 要不然你就两个车轮不打滑 正常转 一旦呢 有一个车轮 比如说陷进去了 打滑了 两个车轮产生轮速差 然后这个Edo呢 在轮速差的作用下 会哗 这样就咬合 然后整个车的这个后轮 就会一下蹦 一下绷紧了 然后弹一下 然后这个其实在越野中呢 是有一点危险 然后也是很不可控的 其实这种感受是不好的 但是这一代呢 它相当于是有三档了 刚开始你可能是不打滑 但是轻微在打滑的时候呢 它会用电子线滑 能够面听了 再坑坑坑 来控制这个车的车轮线滑 直到你的电子线滑的力度不够强 就是说这个PRO的难度非常大的时候 它才会采用Edo 然后咔再锁死 相当于是一个保险的一个作用 所以相比之前的这种两段式的 非常激进的这种锁止 这一代呢 它相当于有了一个缓和 所以整体的越野体验 就有很大的提升 这台车的越野能力啊 如果你给它换一个MT台 那绝大多数的这种越野穿越的路线 它就都可以应对了 接近角25度 离去角22度啊 它的空载的最小离地间隙 也只有200毫米 其实这个参数 对于一台越野车来说 已经只能算是一般了 但是其实它最大的问题呢 还是它的通过角 因为我们知道 这台车它的轴距是已经超过3米1了 所以注定它的通过角不会太理想 通过角不好 会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比如说当你在冲坡的时候 从这个冲坡状态 准备转向到这个水平状态的时候 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 这个底盘是非常容易磕倒的 空间是这台H5几乎不得不提到的优点啊 像我身高1米75 前排我的坐姿之后 后排你基本上想怎么摊 怎么摊 而且它比较人性化的是 它的这个后排的这个椅背啊 还是支持两档调节的 你可以再往后放一档 这样在长途的时候呢 你睡觉也会更舒服 另外呢 当你把后排座椅完全放倒之后啊 它的整个后排 也可以形成一个比较平整的一个平面 睡两个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它的这个后备箱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就是如果你把东西放在后备箱的最里面 你够着都会非常的不方便 这台车我觉得一个很大的优点啊 就是它开着非常的轻巧 这个其实对于一台越野车来说 是并不容易做到的 就是如果大家开过很多这种传统的越野车 比如说上代雷鼠 比如说像什么福特的汉路者 比如像什么三菱的帕吉罗 这些车你开起来啊 其实它是一种笨重感很强的 它的方向很沉 然后它的油门响应也不是很快 然后它的整个悬架呢 也是呼呼悠悠的 像开船一样 非常的笨重 这些车在城市里驾驶的话 其实是非常的劝退的 而这台H5呢 它整个标定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 它的方向盘非常的轻 开起来非常的轻便灵活 同时呢 整个油门响应也是不错的 这台车的持比啊 调特别好 所以它的低扭表现非常好 完全没有那种小马拉大车的感觉 开起来非常的轻快 这台车的悬架标定呢 其实还是比较紧实的 并不是那种很呼呼悠悠的那种感觉 前面呢 用的是双叉臂 后边呢 是一个五连杆 然后加一个整体桥 你可以说这一套底盘是一个皮卡加盖的 这么一个底盘 但是绝大多数的硬派越野车 其实基本上也是用这样的底盘和悬架的设置 所以我觉得也算是无可厚非吧 整个NVH的表情啊 就是一个15到20万的这么一个车该有的水平 就是在怠速的状态下 它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低频震动 然后在开起来之后呢 比如说120公里的时候 它的这种风噪胎噪也是比较明显的 基本上就是这个车该有的水平 肯定是达不到坦克500那种安静的程度 另外一个优点呢 就是对于这种越野车来说 我觉得它一些很关键的配置 它都给你配齐了 比如说这个高德的地图是可以全都显示的 这个用起来很方便 另外呢 这台车居然是有ACC的自适应巡航 而且还是可以让这个车自己居中保持来行驶的 这个在你整个在跑高速的时候 真的可以给驾驶员省去很多的精力 然后第三点呢 就是它的这个胎压和胎温啊 也是可以实时显示的 这个其实对越野车非常重要 因为在越野结束之后呢 你肯定是要上到国道 甚至是高速上的 这个时候如果你的轮胎漏气 或者划破了 其实是很危险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有一个实时可以监测到 胎压和胎温的这么一个功能 对越野车来说 可以说是非常的贴心 关于这台车的缺点呢 其实网上大家说的也比较透彻了 比如说它作为一台这么大尺寸的车 居然没有第三排的座椅 然后呢 作为一台工具属性很强的车呢 它又没有拖拽资质 另外呢 把这个电子手刹和自动驻车都放在屏幕里 也确实是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 车大不可怕 就怕这个倒车影像太拉滑 这个车呢 当你倒车越近的时候 它就越看不清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你看本来 这个距离还挺好的 对吧 我特意放了一瓶水啊 大家注意观察这瓶水 当你很近的时候 你看它有这种格 非常好 非常好 这个时候当你再倒的时候 它突然很近的时候就 诶 变成这么一个模式了 这块就变成整个是一团灰色了 你看本来这颗水就完全看不见了 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 之前呢 我们常说电动车时代是一个动力平全的时代 你可以花二三十万 买到一个之前百万级的这么一个加速能力 和动力表现 那如果以这个逻辑来说的话呢 那我觉得这台哈佛H5 它就算是做到了一个 大尺寸的硬派越野SUV的一个平权 之前呢 在这个级别的产品 基本上价位可以说是动辄百万了 而现在呢 这台车只要15万 所以说它虽然可能有一些瑕疵和不足 但我觉得在这个15万的价格面前啊 只能说一句 它真的值 如果大家有不同的意见 也欢迎留言来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